哈囉 各位觀眾 我們為你持續掌握強台台米 對比於台灣的影響 我們在這位置呢 就是在花蓮的新城海堤 可以感受到呢 這個雨勢呢 是越來越大了 而且呢 它是斜打在記者的臉上 然後可以看到呢 不僅是雨勢越來越增強 風勢呢 風力也是明顯增強的 所以可以看到呢 西藏鼠目前也是預測 這個慶州新的風力 其實達到12 13 而是個陣風的RL15級 那另外呢就是浪高了 可以看到呢 這裡已經捲起了猛浪 這個浪高呢 達到9到10公尺 而且呢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呢 掀起的猛浪呢 其實它正是越過了 這個小波快到這個海堤上面 那其實時不時都會看到呢 有些海巡人員 還是持續了在這個海堤邊 來做這個巡邏 因為其實還是有不少的民眾呢 因為好奇 所以想要來觀浪 但是呢 警官朋友 其實這樣子的機會 真的是非常不OK 因為會造成很大的危險 那除了對於這個海邊 可以看到感受到非常明顯的 這個風浪之外呢 還有這個雨勢之外呢 另外一個警戒 就是在花蓮的山區 我們在這裡有收到 不少的一些國家級警報 包括呢 像是這個花蓮的國父禮呢 它就有收到黃色警戒 由於是因為土石流的關係 另外花蓮縣政府呢 也有針對62條的土石流潛世西呢 也是發布了黃色警戒 當然可以看到我們稍早其實有到這個山區裡面來 去做這個採訪工作 可以看到呢 很多其實都已經撤村的狀況之下呢 那這個土石流呢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土石泥水呢 其實是從上面就沖刷下來的 可以看到呢 這個泥水真的是相當的湍急 所以呢也是提官朋友 因為其實今天全台現實 有不少地方都是提官林克的狀況之下呢 所以也是提醒 我真的沒事不要出門了 一下出門你想後退休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